终于出来了 在宫里的这些日子 当真压抑得很 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才重新回到北境 到了北境后 云青第一时间就去找少远川 先去军营中找 可是军营中的人 说少远川自从上次休假离开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出了兴山镇后 云青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先回家 先回家再说 这两个月里 除了吃喝休息要停下来之外 云青一直在赶路 终于在离家近一年之后 再次回到了山根村 娘 哎 哎 琴儿 你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琴儿 你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爹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我看你都能自己走路了 爹 你真厉害 爹现在能下地走路 那多亏了青儿啊 要不是青儿 爹还没法下地走路呢 爹 很快你就可养好身体 下地干活什么的都不是难题了 云青随后说起 少远川的事情来 我从雪山上摔下来 就到了大盛 花了很长时间 才回到大雍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少远川 可是没有找到 去营中的人 说他没有回去过 我没办法 就只好先回来看看 秦儿 远川那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你别太自责 我们等他回来好不好 娘 等家里的事情了了 我想去找他 想去就去 娘不拦着你 但是在外面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这个世上 最能理解 支持他的 除了少远川 就是杨玉娘了吧